大家好 2021-1113-1828啊 朋友们 给大家聊聊这个 前两天啊 这个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的院长 被一个护理部的主任吧 可能是这两个不知道是不是正负啊 中国反正无所谓吧 正负政府啊 无所谓 这两个怎么死的呢 男女的把男的脑袋给剁下来了啊 这个现在越来越狠 前几天大连好像一个饭馆吧 那老那个伙计 把那个老板脑袋瓜子也切下来了 最近切好几个脑袋瓜子啊 跟这个砍瓜切菜似的啊 然后这个吉林这事怎么回事呢 有人说是这样的啊 这个据啊小道消息 2021年10月8号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院长叫刘天吉 看这名字吗 中日联谊医院 北京有个中日友好医院 我的客户 那我还认识好多朋友啊 邻居什么的 这个日本人花钱 对吧 日本人觉得有点对不起你中国 毕竟蹂躏你这么多年 是吧 你让他正式道歉 他不愿意啊 有点肉烂 嘴不烂啊 这个名字一听 也是日本人花钱给见的 日本人虽然没有正式的向你谢罪 对吧 但是你国共 你自己闹腾啊 你跟人家 对吧 而且你自己放弃战争赔款 实际上给了一部分钱啊 这点得承认 和护理部主任叫庞陵 双双云命 俩人都死了 这个两败俱伤吧 是吧 这个这个 是吧 同归于尽了 事情的原委如下 俩人均为1974年出生 那1974年都是属虎的呀 是吧 一个是母老虎 一个公老虎啊 一山不能容二虎 是吧 除非一公和一母 结果这俩人还是容不了 是吧 人抬人 人高 人扁人 动刀 这就是俩人 最后崩了啊 互相的是吧 水火不容 最后动了刀了 还没了命了啊 君为博士学位 俩博士 说实话 你就是超 当个博士也不容易 是吧 君在该医院工作20年 都是老人了啊 20年来俩人关系良好 刘有老婆 庞有老公 都是 是吧 工作也不错 有婚姻 有家庭 这不挺好吗 话说 2020年武汉爆发疫情 俩人受医院党委的指派 前往武汉支援抗疫 是吧 全国各地不都派了成千上万的人吗 是吧 还有军队的那个医生 地方的医生 连甘肃省都派了好多人 那小护士都哭 是吧 然后你说就死了几千人 那全国各地都派了上万的医生 护士 死了几千人 是吧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 是吧 党委 你看 党委派 这就快出事了 为什么呢 是吧 人家那个山东快书 那个那个谁 武松 是吧 你先入了我这个党 我就入了你这个党 党那个党 是吧 哪个党 哪个当 央视着火 大裤衩着火 当 是吧 当然了 然后 在紧张忙碌的抗疫斗争中 二人激情燃烧 蹦出昏外情的火花 这可以理解 那随时掉脑袋 这掉脑袋不是拿大刀砍的 大刀 你都知道谁砍的 你是日本军 是美国军 是共产军 这个 是吧 他杀人于无形 这病毒太可怕了 这是生化战争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容易容易 是吧 俩人离开家 都是中年人 三十如狼 四十如虎 是吧 这个五十还得什么 坐地稀土 另外呢 他恐惧 有今儿没名 是吧 有今儿没名 这人就容易活一天 算一天 破罐子破摔 对吧 这种心态之下 他对伦理啊 道德呀 配偶啊 婚姻啊 家庭啊 子女啊 他这种忠诚度 就会直线下降 是吧 我之前啊 看过一篇文章 这人啊 这人有四大害 酒色财气 是吧 喝酒不好啊 生气不好 是吧 这个 钱串子啊 就想挣钱也不好 生气也不好 这个 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 说是 安徽 晚军 当时北洋政府军阀混战 晚军的一个旅长 叫施从斌 然后 听说他是被孙传芳的部队 五省连帅 孙大帅的部队给杀了 战败之后被孙传芳给杀了 所以他女儿叫施剑翘 来这个报仇的故事 其中就说到了 呃 施从斌被杀 被杀后 他的遗孀 带着女儿孤儿寡母 甚至说还被轮奸过 被那个划遍的士兵 没拿着军饷吗 啊 然后说有一个男的 他就 跟他们逃难 好像跑到了一个洞里边 一个什么地窖啊 反正好像也是个军人 啊 但是那个男的 好像另一个人还要害他们 然后有一段描写 就是说 那个男的就意识到 就说当人 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其实是最危险的 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因为你顾不上 你对周围环境 那种第六感觉 那种危险的因素 你就会忽略 是吧 因为这时候人的那种 那那种 烂交啊 那种性欲的本能 就会让你冲昏了头脑 是吧 所以我就形容我周围的人 包括我有些同学什么的 啊 见了女的走不动道 见了你的走不动道 那个我就跟他们说 你管不住自己裤腰带 那你不叫男人 你叫雄性动物 反之女人也如此 是吧 不是有这么句话吗 男人没主意 一辈子穷 女人没主意 一肚子怂 是吧 人就得有主意 能管住自己 不是说啊 我睡了多少多少个 我玩了多少多少个 这不牛 牛的是能控制自己 这才是人 而不是动物 对不对 像这个院长 这就是个动物 可能是个副院长啊 一般来说 出事的都是副的 正的都是好人 都是党信任的人 是吧 比如说薄熙来 比如说王立军 是吧 这个徐才厚啊 郭伯雄 你看都是副的 是吧 这个刘天己 买了一瓶武汉名酒 叫黄鹤楼 对武汉还有名烟 也叫黄鹤楼 那贵的都上千块钱一条呢 是吧 俩人床头痛饮 立誓抗议结束 回家之后 各自离婚 组成新家 黄鹤楼呢 喝了一半 俩人相约 另一半 待俩人结婚时 作为喜酒再饮 先喝一半 算定情 给定金了 后一半 等这买卖成交 charge 盖章 然后咱们俩 结婚证盖章 然后咱俩再 把那一半喝了 这些年 中国社会上流行的 不是有四大傻吗 四大傻其中一傻 就是把这小蜜 东北话叫帖子 北京话叫棒尖 就把情人 最后睡来睡去 睡到自个家里来了 生活中 我还真遇到这样的人了 大概在2002年 我到北京市 我到北京市延庆县 现在叫区 张山营镇 前黑龙庙村 我到那个村去收这个葡萄 住了半个月 我住在村长他哥哥家 他哥哥就是跟村里另外一个人搞破鞋 结果被人发现了 然后各自离婚 我那会儿见的那女的就是破鞋那女的 两人在一块 我在那村住了一两个礼拜 刚去的头三天给我饿的 那个吃的太素了 后来我走了有一公里 走到公路上 找了一饭馆 那个菜给我腻的呀 那个大肥油大肥肉 恶心